OK 接下来就是风云T9的发动机部分 这个发动机还是比较猛的 也是他们支持重点的宣传的部分 是昆盆的CDN 发动机有115千瓦 电机部分有150千瓦 综合的动力总成是265千瓦 而且这个车是单DHT的 可靠性方面 包括动力的方面应该完全不用担心 扭矩也有530牛米 这个车型因为尺寸非常大 将近我们说的中大型SUV的尺寸 它能跑进7秒 就因为搭载了这个动力总成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轮胎部分 24550R20的轮胎 这个轮胎也是多幅式的 它是蛮帅的 中间有个轮毂盖 这轮毂还蛮有意思 OK 我们把它盖起来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盖子部分也是双层确定的 就是你搬一下是不够的 要搬两下 整个车我有几个细节要讲一下 这个车型是整个奇瑞集团 应该是现在为止最用心的产品 它跟之前的产品完全不一样 我们之前拍的A8也好 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好 对于奇瑞来说 这辆车是他们倾注了所有啊 在我眼里 它就有点那种all in的感觉 基本上就所有东西能给都给你的 我说几个细节吧 这个车型是正儿八经的 就是有7座车型 再一下后备箱 是带电尾门的 哇东西好多 这从新疆开过来的吗 这么猛吗 从新疆开过来 有个大的后备箱 然后这个车型是少有在这个级别里面 7座车型 另外一个7座 你可能想起来就是只有比亚迪堂了 然后后备箱也是比较大的 你看它放了这么多东西你就知道了 OK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啊 我们进到它的驾驶舱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部表现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边的面板啊 这边面板是那种类似于超迁的 有点类似于Aquantara这种材质的 都是软质的包裹 然后下面是一块木纹的吧 大面积的木纹式板 有带木纹的纹路 然后这边是钢筋烤漆面板 然后也是把它那个座位的调节放在了门板上 这个比较像花车的设计 包括坐垫的脚垫也是有的 它是由女王做的 然后有座椅按摩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都是有的 然后这边是钢筋烤漆 然后下面这部分也都是皮革的 能摸的地方 能碰到的地方都是软质的 真的这个部分也是软质的 这造型的部分也是软质的 都是皮革包裹的 然后下面是一个索尼音箱 我们做到里面跟大家聊更多吧 科技的部分是一个大屏幕 然后是8155芯片 而且据说是全系是8155芯片 并没有说有高低配 然后上面整个一个台面 全部都是这种 类似于艾肯塔拉这种材质 气囊 这个车的气囊要主动讲一下 这个车的气囊是全系7个气囊 而且它的侧气连 侧气连有2米多 应该是同级最长的 我记得 然后基本上如果说 从气囊角度来讲 这个车应该是给你拉满 因为毕竟这个车是新架构的 新做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车机部分 车机部分 首先整个系统 包括整个界面 都是现在最新的 包括这图片也是动态的 然后有一个细节 是跟大家讲一下 它整个设计逻辑 我觉得跟红木车机 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我们看车辆中心 这道车机是他们自己做的 应该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车型 非常厉害 还有卡普雷 有华为嗨咖 包括应用管理都是有的 现在因为没有网 所以它没有 还有基本上你想要的软件 比如说喜马拉雅 爱奇艺 库狗音乐 QO音乐都是有的 支持卡普雷 嗨咖 都是支持的 然后前面的无线充电 也是 这个无线充电面板 也是现在最新的 50瓦的快充 然后下面是带出风口的 然后这个部分 也是带这种 类似于增加防滑的 这种翻毛皮的结构 50瓦的快充 OK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方案盘 这方案盘是典型的 三幅式的方案盘 然后这边是带L 你以为它是个纯镜面的 或者说是 我们说的触摸式 其实不是 这个按键是可以按下去的 它是带实际反馈的 并不是纯触摸式 纯触摸式肯定要骂你 并不是纯触摸的 然后也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屏幕 然后它也是带HUD的 看见没有 前面是带HUD的 然后主驾驶的 内饰上面 跟副驾驶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座椅我要说一下 座椅还是很舒服的 要大面积的打孔皮革 大面积打孔皮 然后在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都是有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控区域 两个杯架带线位的 然后有一个模式的选择 然后这边有空调面板 空调面板放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也是比较容易触控到的 然后有一键的开空调 一键的AC关闭开启 一键的储物 然后包括EV跟HEV的切换 都是有的 我们能看到它这边 一共这辆车 油还有1091公里 这个车满油满电 应该可以开1400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个全景填窗 然后是带遮阳帘的 然后这边是一键开启 一键关闭 都是有的 我现在觉得 原来这种带遮阳帘的 全景填窗会比较好一点 它还是分两段 但是再可以往后再搬一点 哇 这个很大 这真的很大 然后反光镜也是这种 现在最新的无边框的设计 这车型是能摸的地方 它都是皮革的 包括这些都是木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挂钩 非常非常小的挂钩 可以平常用来挂奶茶 这个还挺好的 这设计一般低端车会比较多 这还蛮贴心的 因为你经常会买那种奶茶什么 你没有地方放车里面 其实 然后这边是一个扶手箱 是带那个缓慢释放的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是中间的扶手箱 看一下里面有杯饮料 哦 这个东西我很喜欢 就这个是有空调的小冰箱 就是你可以喝稍微冷一点的饮料 它就放了一瓶水 对吧 它就是通过空调制冷嘛 其实我觉得车里面有这个东西 已经挺好的 实际上是说你就是 这个水就是16度 就比外面二十几度就很 车起来爽 也不会很冰 这个东西其实 我觉得很好用 很好用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我以前很早的 以前的四多瑞就有这个功能 很好用 夏天虽然喝不到冰水 但是冷水还是可以喝到的 还是蛮爽的 OK 我们现在到 后排来感受一下 感受之前我们先开一下按摩座椅吧 感受一下它的按摩座椅按摩 还挺舒服的 我这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其实实话是说 座椅通风 你只有在盛夏的时候会用 座椅加热 你只有在冬天会用 但是座椅按摩 你是天天用 我挺认真的 我车里只要有座椅机 座椅按摩 我就天天用 座椅通风 你不一定每天用 座椅加热 你不一定每天用 但座椅按摩 天天也可以用 365天天天可以用 特别好 你家里的那个按摩座椅 你不一定天天用 但是车上的按摩座椅 你真会天天用 然后下面有一个巨大的 那个放东西的地方 它现在放了一个充电器吧 应该是 12V点烟口 然后那边有个Type A的接口 我们把前排调正确驾驶桌子 往后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OK 我们现在调正确驾驶桌子 前排我们已经调好了 我们去后排感受一下 这车型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感受过了 这车的后排真的很大 因为它是个7座定位 我们进不去 这里太挤了 不好意思 终身质宝看到吗 终身质宝 然后我们到后排来感受一下 我们从这边进去 那边真的太挤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排表现 这个座椅是电控的 看到没有 它是有移轨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第二排座椅可以前后调节的 能看到吗 就给第三排让位 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包括这个扶仰角 都是电动的 这特别好 你在这个价位里面从来没进到过 哪个厂家是 这个扶仰角是电动调节的 我们先把座位调最后面吧 给大家看一下两种状态 这是调最后面 我们看看腿部空间 差不多三圈的腿部空间 三圈的腿部空间 然后腿部承托 基本上是两指 两指左右 两指 基本上前面是顶到了 百分之百顶到了 然后下面也有放脚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前面 就万一我后面要坐人 就可以前排坐小一点 一圈多一点 还有这么多 这最前面 最前面还有一圈多 一圈零一指 然后这边有一个空调的风量调节 下面有一个typeA 一个typeC 然后有两个独立的出风口 然后因为女王座嘛 你也可以调节对吧 旁边可以调老板镜 对吧 可以让女王不要女王了 可以往前面放 然后哇 其实它变动的 这轨道好 有这么多 哇靠 有这么多可以变化的 我们排现在直立了一点 第三排 能看到吗 第三排我能看到吗 这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们去其他车上 给大家拍第三排吧 OK 两组标准的S of X的安全座椅 这次型座椅变化我觉得是真的很大 而且轨道也很长 我们能看到 它有三个标准的头枕 中间这个位也是有标准头枕的 这我觉得是应该的 然后中间有个扶手 拉下来 我这扶手面积还挺大的 一个大面积的扶手 都是皮革包裹的 然后这个还没有撕开 给它撕一下 摁一下 是两个带纤维的杯架 后面应该是标准的 可以放一封扶克牌的这么一个地方 脂肪就是这样子 再给它捏回去 假装没有开过 不好意思 OK 这座椅还挺舒服 这车子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座椅 真的像大沙发 其实第二排座椅也很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座椅很厚 所以它海绵填充就很厚 所以做的就软软的很舒服 而且因为它是打孔皮 真挺舒服的 而且可以非常非常躺 然后音响也是索尼 顺便看一下第二排的 完全没有阉割 完全没有阉割 都是这种 有点类似于Aquantara这种帆毛皮 下面也都是皮革 这边也是实木的 就完全没有阉割 一点都没有 然后我们看一下车窗 双层夹胶玻璃 哇 这个车其实它蛮香的 我们先去 十大车去试一下它第三排 去感受一下 再补充一点 这个车型的大灯部分 这个车的大灯也是LED的矩阵大灯 也是最新的 然后这个车型很多地方设计 其实大家能看到 这边是真的通风的 它现在很多车型的设计 真的不是以前的 就是以前很多车型会做这种 纯粹外观上面的造型 其实现在都不是 现在车型 车型因为考虑到风阻 考虑到能耗 它们都不太做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真的是有用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排 哦 哎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高级 是蓝色的 哇 好蓝白配 哇 这完全比刚刚才那个 我这个 B个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去 这边嘛 我们先看一下后备箱 哎 刚刚没有看尾箱空间 先看一下尾箱空间 现在是三排放起的状态 哦 差不多能放 二次灯机箱能放两个 差不多是这么个水平 差不多就没有了 但这个放平以后 刚刚我们看到 是个很大的后备箱 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 第三排空间怎么样 它这是超长车 它们开了千多公里 OK 我们来看一下 放刀往前 这刀给大家反应一下 那么一键 OK 来感受一下 第三排 第三排可以调节第二排的座椅吗 哦 哎 我以为这是调节第二排的座椅 这原来可以调节第三排的座椅 我靠 你可以这么躺吗 哎 这可以 哦 哎 我觉得可以 这个设计我还第一次见到 就是第三排 它还是单独带电动调节的 在这个价位啊 这个车可能卖13万多 7万万我不知道 但你算15万好了吗 15万第三排带电动调节 可以第三排也做得很躺 不用很直 这我真的第一次见到 还带个杯架 杯架这边放手机 对吧 这边放手机 这边放杯架 应该这样弄一个手机充电口啊 实话实说 告诉大家反应一下 这边搞应该搞个手机充电口 然后下面是一个那个 置物架 就是你第三排放倒以后 用来挂行李的 现在我不知道它那个调节的幅度是什么样子啊 就之前这个幅度 我觉得没问题啊 有还有一拳 然后腿部是那你 那你完全悬空 就不要想了 你有一拳的悬空 但这个座椅还是那种前面 一模一样样之中软软的座椅 这清洁角度 我觉得我完全能接受 这边还有一个独立的小窗 我们把第二排放到最后面 我们感受一下 看我腿还能不能放进去 太强人所难了 现在是第二排放到最后面 第三排的座椅情况 我们极限 竟然还有一只多 这也挺意外的嘛 我腿好白啊 这挺很意外 这已经最后面了 我一米十二赤脚 因为腿可能放不进来 竟然还有两只呢 真的有两只 那放到最前面呢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我觉得做的没问题啊 因为我成年人啊 我们放到最前面看一下 好 最前面我刚刚在那边试的时候 我还有一拳多 就是我成年人 我还有一拳 哇 那就很大了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做 那可能过分 头部还有没有 给大家看一下头部啊 头部往后靠 应该还有两三只 一拳不到 两三只 都是两三只 腿部现在就很多了 有一拳多 一拳零两只 这真的很大 这第三排我觉得完全可用啊 就是临时用一下 完全可用 不是他七座的价格怎么样 我希望七座价格低一点 因为实际上你没有什么七座车型 这个价位你要选个七座车型 其实真的很少 旁边放了一瓶饮料 OK 就是关于他第三排的表现 满分十分 大家能给几分呢 我们先出去吧 其实我觉得这些车型的第三排 完全不是你能不能用的问题 而是现在已经在卷好用了 就以前啊 大家可能没有这种概念 因为我以前做过那个汉兰达 这种级别的那个第三排 那真的是就能做小板凳 你这种电动条件 你想要不要想了 就小板凳 真的是小板凳 现在你看都是 第三排都是这种 大面积的打孔皮 电条 杯架 这种一切想也别想 要不是国产车卷 你真的 我觉得现在这几年 国产车进步还真的挺大的 OK 这个是风云T9的简短体验 如果满分十分 你们能给几分呢 就开到表现来说 你们现在应该知道价格了吧 实际价格你们还满意吗 可以打公平上面 我们现在在T9的发布会现场 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在现场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是它这个新设计的车身 这车身第一个是高强度钢的比例非常高 85% 然后热成型钢的比例是21% 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 灯紫色的部分 就是它们的超高强度钢 超过780兆化的 小于1500兆化的 然后热成型钢是紫色的 紫色的部分都是热成型钢 1500兆化以下的 我们能看到 21% 这马上就是门框 我们主要的门框部分都是超高强度钢 热成型钢 包括它们的整体的横向构架都是高强度钢 就是热成型钢 这个车架是新设计的 整个一个架构 包括整个一个刚才用料都是新设计的 车身的结构设计 我看到有人说是瑞虎九 它不是的 它是完全新做的 瑞虎九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那么卷 现在基本上卷的离谱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这边看他们非常简单 弄了一个气囊的展示 其实它这个气囊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这个超强的测气囊 这有两米多测气囊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说远端气囊 远端气囊其实就是中间这个 中间还有一个气囊 防止二次伤害的 这个7个气囊都是全车标配 就是全系列标配 你基本上所有版本它都是有的 并不是说只有顶灰才有 7个气囊全系都是标配的 这里要给鼓励 然后旁边 这个也是他们这次的最关键 亏电油耗4.2升 这个是它的三档的超级电魂DHT 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 5级超级电魂DHT 这个应该是单档的 那个是三档的 包括这边 第五代的高效混动专用发展机 1.5T的 就是我们今天在 实质上面看见装载的 这就是他们主要的东西 等会我们直接等发布会吧 它这个车型现在价格 我在网上看到是 134,900 不知道今天实际 还能不能再低 如果134,900 我觉得这价格没问题 配置做给我们一点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价格没有问题 我觉得价格是合适的 我们实际今天看了车 所以我也觉得整个车做工用料上面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还是在这价格里面 它会不会像A8那样子给盖中盖啊 其实我是希望配置更高一点 取售价我觉得134,900没有问题啊 那边他们做了一个风云T9的首次国内测碰后跌落的挑战 这个他们自己做的 还蛮帅的 OK吃完就没有了 人太多了 我们直接等发布会吧 完成了 说明 我hel overcome 一瞬 我 欺杀 wedding